10月4号,A股虽然放假休市了,但是假期期间有两大消息,对A股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,接下来我们详细讲解一下,首先我们国内的最关键的还是跟恒大有关系,昨天港股大跌,今天再次大跌,其中向金融股银行证券保险几乎全线下跌。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美国的机构,因为在11年前美国有个专门的做空机构,它叫香园,它预测恒大结局已经注定,11年之后我们看这份报告过之后,发现它火了,因为当时香园去做空宏大的时候,发布了一个长达57页的做空报告,结果是什么? 结果是被香港证监局罚了5年进入,5年不准进入香港市场,然后赔了200万,加了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,加起来共鸡大概赔了600万,接近600万。 就是人家香园发布了一篇做空报告,没挣到钱,什么钱也没挣到,结果还赔了600万出去,还被香港说了你5年进入,但是呢,但是我们要以历史发展的眼光会发现,在11年之前的恒大, 他的做空报告写着五中队和七雷鸡,讲的是多形象,人家讲的是多正确,这就是先知的能力啊。 我们看一下具体情况啊,当时呢,这个专门做空的这个公司啊,他说了恒大有哪五中队呢? 第一就是恒大的财务报表存在不少错误,通过欺骗性的会计处理粉刺报表,也是支不抵债的事实。 这里就要讲到给恒大做财务审计的那家,那家公司呢被称为全球第一,每年,每年就是光审计一下啊,就是每年光审计一下恒大的这个财务报表,4000万。 啊,就是光审计一下恒大的财务报表,就给这家会计事务所4000万。你说什么?就是这个会计都有多难审查,会给4000万,就审计一下就给4000万。 然后呢,就这个会计事务所已经给恒大审计了这个十几年了,光审计的,就是光审计恒大,这个会计事务所就赚了好几个亿。 但是我们想一想,你说审计一个报表怎么能花4000万呢?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金融反腐? 这个报表怎么出来的?包括有些上市公司怎么上的事?这个上市是怎么个回事?这个财务造假怎么弄出来的? 这基本上都是会计事务所干的。只要你钱给的够,那你想出什么报告不给你出啊?所以说这里再讲什么? 这个恒大的这个报表啊,出现了会计处理粉饰报表。一年给人家科技事务所4000万呢,能不粉饰吗? 第二个讲呢,恒大地产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原材料土地,是通过行贿的方法。 那么要是按照正常的话,这属于非法获得土地,恒大有可能会被处于巨额罚金并收回土地。 第三呢,恒大创造出了一个复杂的庞氏骗局的融资计划,存在一系列潜在的财务和金融风险,包括过度负债,现金流不足,高风险的信托融资。 高风险的信托融资呢,就是卖给自己嘛,恒大买自己的这个,恒大老板许家印通过卖股票分红,自己有钱了,然后呢,去买恒大的这个高利息的债券,这样的话每年收利息。 所以说他讲的是一个庞大的,复杂的庞大的庞氏骗局,其实现在来看,还确实有点庞氏骗局的感觉。 还说许家印文凭造假,然后呢,许家印大量投资在足球俱乐部,排球和影视,还有舞蹈队,是属于不务正业。 但是呢,我觉得足球俱乐部,排球和影视文化上,可能是亏钱的。 但是恒大的那个舞蹈队,大家知道恒大的舞蹈队是非常非常这个,非常漂亮的,应该是没有亏钱的。 然后他总结了一下,他总结了一下,恒大通过这种六种方式夸大资产,并降低负债。 在对恒大报表进行调整后,向远认为恒大当时拥有高达710亿的资金,需要账目进行减值。 就是说,比如说我说我有一千万资产,但是可能710亿是假的,要把它减掉,一口气就是什么,减掉710亿。 这还是2012年,因此其股权价值应该是负的,应该是负的360亿。 就是按照相远的报告呢,就是在2012年恒大已经支付抵债了,2012年的恒大已经支付抵债了,是负的360亿。 他有710亿需要减值计题,就是没有这么多钱,非要说他有这么多。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,好像很有道理啊,当时2012年负债300多亿是有可能的, 因为后面他又给自己发了很多工资,又分了几百亿的红,然后又搞了个恒大, 其实他又亏了很多,那这样差不多有这种可能性。 然后呢,他就说了,他说了这个恒大呢,恒大呢,这个恒大呢,这个面临什么危机呢? 一个是现金流入急剧下滑,高息债务,然后呢,持续的销售预期下滑,低价销售关键资产。 等等等等等等,但是呢,2012年大家知道,2012年过之后有个什么? 有一个2014年到2015年,因为大家知道2014年不是来的牛市吗? 2012年他出了做工报告,当时股市还没有涨,结果2014年股市大涨。 股市大涨呀,很多股民金民赚钱了嘛,有钱了就去买房。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呢,又有一个棚改计划,大家知道棚改就是这个,全国性的棚改,就是把房子给你拆了,然后给你这个钱,还给你房票,你去买房吧。 一个股市大涨股民赚钱了,再加上棚改,当时搞了一波涨价去库存,大家还记得吗?2014年过之后,就是2014年牛市起来了,2015年6月份股灾过之后,很多人把股市挣了钱去买房了。 所以说,中国的房价是15年6月份以后涨的,结果房价持续大涨,恒大啪啪啪啪又活过来了。 然后呢,恒大说,你看,你讲的不对吧,你看,你讲的不对吧,你这是污蔑我。 然后呢,这个香园呢,这个香园呢,就被这个恒大,你看,当时恒大当天就大跌20个点。 后来呢,这个恒大呢,执行董事兼副总裁,就携律师,就香园的恶意攻击呢,前往这个香港这个证件会。 然后呢,最后呢,这个香园被判罚200万,还有什么这个其他的,什么的杂七八糟,再负担大概400万。 就是,就是人家香园出了个做工报告,赔了600万,就写了个报告,五十七页,辛辛苦苦写了个报告。 好辛苦写了五十七,可能调查的又很清楚,结果一分钱没赚,然后呢,又赔了差不多小600万。 那么后来呢,后来的香园呢,就很有意思了,后来的香园特别有意思了。 2023年,当时的香园曾在法庭上,无数次为自己的报告奋力争辩。 就当时啊,这个恒大说你无赖我,但是香园呢,无数次啊,他无数次在法庭上,为自己奋力争辩。 结果被香港证件会罚了五年,不准进入香港市场,还赔了很多钱。 那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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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来的香园呢,就变了,怎么变的呢? 呃,因为他以前做工红那没成功,做工新东方啊,呃,还有这个蔚来啊,基本上都没有成功嘛。 然后呢,他就不做工红了,他做多去了,尤其是什么?尤其是2020年口罩来的时候, 呃,这个香园呢,他买了亚马逊,大家知道亚马逊是居家办公嘛。 所以说他赚了150%的净回报和200%的总回报。 所以说从此之后呢,这个香园说了,我再也不做工了,就被恒大深深伤害了。 我做工红大,结果没赚钱,亏了600万。 然后呢,做多,做多亚马逊,做多亚马逊,因为亚马逊当时是居家办公概念嘛,大赚150%,说我以后再也不做,我以后再也不做工了。 当时这个瑞幸咖啡被做工的时候,他还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公开叫板,说瑞幸咖啡在中国卖的非常火热,你说的不对,啊,这就是香园。 香园就是被恒大深深的伤害了,赔了600万过之后,再也不敢做工了。 结果做多,亚马逊还挣了钱过之后,转成做多了,很像什么呢?很像是你买个股票,这个,呃,结果呢,他这个,假如说啊,你割肉了,他涨了。 但你换个股票呢,结果没涨还跌了,他要是一直做工红大,那个香园那就彻底发达了。 啊,我们通过这个事情呢,来看呢,应该来讲,有些东西提前可能已经被发现了,只是说很多人把这个运气当成了实力。 2012年的恒大可能已经岌岌可危了,但是呢,因为这个牛市的到来,还有棚改,以及涨价去库存,结果他一下子就又起来了,但是他觉得自己是因为实力强。 结果呢,就是一直在狂培,包括已经说了,房租不少了,还在这个,还在这个积极扩张。 但是呢,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恒大,他为什么一直在积极扩张? 就很有可能是香园上面讲的,他已经直不抵战了,他假如不扩张,不说我要造恒大汽车,我要搞这个什么恒大足球,那他怎么融资呢? 他怎么去银行借钱呢?那你没有办法继续融资,没有办法继续讲故事,那你这个接下来紧接着就是,紧接着就是爆雷啊,紧接着就被发现了呀,只能是孤注一掷,只能是在最后一波,因为已经直不抵战了。 而必须要讲新的故事,必须把球滚得越来越大,然后达到大而不能倒。所以说香园这个报告,我们回头来看,还挺准确的。 只是说,人家出个报告好心提醒你,美国的一个作风机构好心提醒你,结果人家赔了六百万。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,周末刚刚发生的,昨天美股大跌,应该跟美国众议院罢免议长麦卡锡是有关系的。 首先介绍一下麦卡锡,这个人的口才很好,而且对我们中国极其不友好。 这个人的演讲能力很强,一口气可以,一口气就是光喝水可以讲十二个小时。 可以讲十二个小时,当时为争夺众议院是投了十五轮投出来的,然后他演讲了十二个小时。 讲了一个名话,就是静静的顿河,讲的是当时华盛顿怎么带领美国人民打跑英国的,然后怎么从河上面渡过去的。 就光是一副油画,对着一副油画,滔滔渡绝,人家能讲十来个小时。 厉害吧,口才很好。 那么这一次我们主要是讲的是什么呢?就是,他为什么会罢免,以及美国为什么会大跌,以及包括对来我们A股的影响。 这个麦卡锡可能大家不熟悉呢,我给大家举个例子,就是清朝有个王爷,清朝总共就大概只有三个摄政王,第一个是多尔滚,第二个就是公亲王异星。 麦卡锡的这个情况跟公亲王异星的情况基本上是非常类似的,大家知道当时异星呢,是这个摄政王,对吧? 摄政王呢,总理,总理衙门归他管,叫做这个,呃,当时呢就是吃一局,吃一老太要吃一局的,哎呀,你的公亲王异星啊,那个权力太大了,对吧? 呃,中央又归你管,然后总理衙门也归你管,你又是这个,把忠实子力,那个权力太大了。呃,总理衙门主要是负责跟其他外国打交道的,那外国人又会觉得,哎呀,你这个权力太小了。 为什么呢?因为我说要割地,我说要赔款,公亲王说我做不了主啊,我往上请,是啊,所以说外国人对他也不满,啊,因为我要割地赔款,你都当不了主,当不了家做不了主,包括我让你开埔通商口岸啊,你都当不了主,那我就对你不满了,那吃一又觉得,你的权力太大了,你天天给养人打交道,万一密谋些什么怎么办,是吧?所以说呢,就是两头不讨好。 最后呢,公亲王不就被罢免了吗?啊,所以说人家讲这个,本来其实呢,这个黄六子,公亲王一新啊,应该是有可能挽救大清的,因为他还是有点本事的,人家说咸丰皇帝呢,一辈子做错了三个事情,一个呢,错误地登上了皇位,第二个呢,错误地取了个慈禧,第三个呢,当然这个没办法,因为他只有一个儿子,那公亲王一新就跟我们这个麦卡锡讲的这个主人物很像,这个麦卡锡呢, 他的情况呢,就是两头不讨好,啊,首先呢,他前两天,可能他,他也许可能是有点点大局观的,啊,就是前两天美国不是马上要关门了吗? 他通过了一个临时法案,呃,避免了美国关门,那你说哦,在大局上来看,他好像还行,但是他也两头不讨好,他怎么个不讨好法呢? 首先,他的这个是属于,呃,他属于这个共和的,大家知道美国有民主共和嘛,但是两派他是有区别的,特朗普那一派,他们一般,就是特朗普跟麦卡锡是一派,他们是代表着产业资本, 所有的产业资本,你可以理解为,什么功能啊,呃,这个,举个例子吧,比如说最近的罢工啊,这些汽车厂啊,特斯拉啊,波音飞机啊,这些都属于工业制造业啊,还有包括什么石油产业,钢铁产业啊,这都属于产业资本, 特朗普和麦卡锡是代表这一派的,所以说当时这个特斯拉还没有来中国建厂之前,那眼看就要倒闭了,就是呢,特朗普给这个,呃,给这个特斯拉拨款,特斯拉才挺到了,才扛到了,来中国建厂,要不是特朗普的话,这个可能,马斯克没来中国之前,他已经倒闭了,所以说呢,这个马斯克也算投刀暴离,收购推特过之后就把特朗普给放出来了,所以说他们代表的是什么,代表的是产业资本, 就是因为呢,这个特朗普没选上,所以说你看这个美国汽车工人就罢工了呀,因为上面没人照着他,这个产业资本不就行了吗,所以说我们这么多年,你看波音飞机,波音飞机的股价老是在跌,啊,波音飞机啊,什么汽车厂啊,这个老是在跌,那么这个老败他们呢是代表着金融资本,就代表着完全代表着华尔街的利益,啊,你像这个佩洛西啊,奥巴马都是他们,他们一起的,啊,那么金融资本擅长什么,加息,减息。 加息减息,然后呢,操纵股价,操底资产,所以说一般来讲,像老败他们一旁在的时候,都想方设法给全世界搞出点危机,然后去操底你的股票,然后做空你国家的股市,做空什么,这个什么日元啊,就是做空货币啊,通过这种赚钱,你看这个最近,这个全球股市大跌,全球股市大跌,搞得这个,你看今天跌的可凶狠了, 日本股市今天再次跌百分之二,那么这都是属于金融资本,啊,他们的这个,呃,代表的,背后代表的利益不一样,那么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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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具体的事件就是,前两天这个法案,被通过了,被通过过之后,呃, 那这个,嗯,民主长说了,哎呀,你这不是叛徒吗,那关门就关门呗,关门那到时候的吧,这个是好事呀,因为我明年要大选了,他现在关门经济搞得一塌糊涂,我明年我不就可以上台了吗,对不对,这个其实,要是站在特朗普那一派,你就不应该同意,啊,你这个你作为众议院的议长,你就不应该同意给他拨款,不让他撑似五天,因为他这个当时,当时在这个关不关门这个问题上,其中,特朗普那一派呢,主要就是两个, 两个概念,一个是要控制美国边境,特朗普不是修了一座伟大的墙吗,grade war,啊,阻止这个外来移民,啊,阻止外来移民,啊,还有一个就是呢,就是这个大幅度的,超大幅度的消减开支,为什么要超大幅度的消减开支呢,因为大家知道,这个选票是要收买人心的,啊,那你说,你天天往外撒钱,到时候明年,不是老板又选上了吗,啊,他这个消减开支主要是什么,学生贷款,不过了,在美国建大学是很高的, 啊,很多,很多这个不补贴了,包括什么,新的元气车也不要补贴了,那不就是得罪了一大帮了吗,老板说不行,我必须得补贴,他这个消减开支啊,应该一方面是美国国债,确确实实太大了,天天往外借钱,天天往外借钱,借钱过日,而关键是你借钱过日,你还如此的大手大脚,你还花这么,你还如此的大脚大脚,你都这么穷了,不就像那个清朝都灭亡了呢,很多八旗的老爷妹,还这个醉生梦死,还这个,还胡思汗,还这个,还这个, 不是一样吗,这是一方面,第二方面呢,就是通过大幅削减开支,让这个老板失去人心,明年他们就可以趁势崛起,然后赢得大选嘛,最关键是,哎,我留了点粮食啊,就是我现在让你削减开支了,等我上去的时候,哎,我不就相当于有一定的空间,有一定的发挥空间可以,就是这里补贴,那里补贴里去收买人心吗,给自己留点空间啊,那你现在老板都给我花完了,我上台过之后,那我不是没得花了吗, 所以说呢,大幅削减开支,还有这个,呃,这个,这个,这两个方线呢,谈,本来,本来就是说,你不同意,你两个不同意,我就让你关门,结果麦卡锡呢,呃,当好人,当好人同意了,结果一下子惹怒了这个特朗普那一派,那为什么这一次,那你说麦卡锡我都同意了,那对老板不是好事吗,那老板的那一派怎么还,还,还把他给选下去了呢,非我主力,其心弼异啊,还有一点就是, 本来呢,这个麦卡锡跟这个老板呢,也关于这个,呃,就是削减开支啊,他也谈了,结果麦卡锡也没同意,所以说你看这个麦卡锡有点像什么,这两边都当好人,哎呦,你的要求,我我我我我答应了,最后没办成,那边的要求呢,我也同意了,最后也没办成,结果这个七强派老好人呢,就被选下去了,啊,结果呢,紧接着就是美股就崩了,那么这个美股崩过之后呢,紧接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,他这个是临时法案,就是45天之后啊, 他还要再再再再,就是45天之后,假如说你这个呃,不能不能同意的话,那接着下来还得关门,啊,那肯定是铁的,铁了要关门了,但是关门还不知道关多久,因为这一次,麦卡锡主要就是什么,就是,妥协了一下啊,啊,结果引发了重怒,就就被选下去了,那你下一次还敢妥协吗,下次再敢妥协,不是又被收拾了吗, 所以说下一次,11月5号,当这一次临时法案只称45天到期过之后呢,老美估计彻底亮亮,肯定是要关门,但是我们从这个事件的背后,他折射出来的就是,美国也很乱,月亮也没有这么好,我们现在很难,老美希望我们,随着老拜他代表的是金融资本, 他是希望把我们国家,这个恒大拉抱过之后,影响什么金融系统,到时候我们国家的股市也跌了,我们国家的房地产也跌了,什么优质资产呀,土地呀,矿山啊,都便宜了,到时候他来抄我们的底,啊,这个老,老,老拜就这样想了,但是他自己现在也很艰难,啊,美债,美机,反正我们天天卖美债,反正我就不借给你钱花,然后呢,国内罢工,通过恒荡,现在这个,两方斗的是如火如荼,所以说呢, 他自己也跑过,啊,就看,这些年总体就看谁能熬过谁了,在这个时候呢,在这个时候呢,有一个,呃,有一个消息呢,就是,呃,美国46岁的银行高管跳楼身亡,啊,美国46岁的这个银行高管呢,他是富国银行,富国银行是全美第四大银行,啊,全美第四大银行,啊,全美第四大银行,他从他这个,呃,特拉华州十四楼,然后呢,这个,呃,下去了,啊, 啊,他主要是负责富国银行的内部控制,只在保护银行免受风险,呃,他的家人表示,这个,克雷格一直在承受了巨大的工作压力,啊,因为巨大的工作压力选择下去了, 那么这个美国的银行现在其实也扛不住啊,美国的银行现在真扛不住啊,你想想,利息这么高,啊,七八个点的利息,买的国债以前买的国债都是血亏,那银行都扛得住,什么硅谷银行都倒闭了,所以说美国呢,现在这个这两天,道琼斯指数啊,这个,因为人工智能的上涨,那是阿克还有点涨突,但是呢,你看美股的这个, 这个,道琼斯指数已经完完全全抹除了,已经完全抹除了2023年所有的涨突,其中银行板块,包括这个金融板块跌幅就比较大,老美现在呢,也比较艰难,在这个时候呢,出现了一个,呃,出现了一个,呃,出现了一点点啊,声音就是美国众议院,啊,就是美国众议院以外还有一个参议院,呃,美国这个参议院呢,呃,美国这个参议院呢,呃,多数党,这个苏默率下来, 呃,希望通过此访,征计美国,我会对中国的科学了解,促进两国对话交流,这里就讲一下,刚才讲的是众议院,众议院是管钱的,参议院呢,主要是管弹劾总统,还有这个立法的,呃,相对来讲,参议院的地位呢,比众议院要高,因为参议院只有一百个人,啊,而且他的时间任期呢,是六年换一次,但是呢,众议院呢,他有四百多个人,啊,所以说参议院这一次来的, 我估计也有可能就是美国自己现在内部也很乱,啊,他这个内部也很,很复杂,所以说呢,这个,这个,这一次,对吧,这个麦卡锡被罢免了,然后呢,这个,呃,参议院,因为参议院,大家知道,参议院是特朗普那一派,占多数,他来,也不知道是不是来认怂的,来也不知道是不是,呃,对吧,这个相互缓和一下,因为不缓和,老美自己可能也顶不住,然后我们也有,也有,也有,也有困难,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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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,最有利,就是前几年讲的那句话, 何者两立,斗者两害,斗了好几年过之后,你会发现,真的是各有各的困难,只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呢,人口众多,低达五波,我们都是希望通过自己消化,通过自己奋斗,然后去化解危机,但是老美呢,他都希望抢别人的,因为他没有统一的文化,都是外来移民,是吧,历史又比较短暂,他很难凝聚,凝聚力,所以他老是喜欢抢别人的, 我们呢,都是通过自己努力,这就是这个,本质上的区别,就跟我们股民一样,我们股民也是很善良的,每次只要股市亏捷,都说自己有问题,通过自己的努力,去这个,呃,想想自己哪里没做好,呃,下次都没出来没,从来都没有怪过股,股市本身,都说我们自己不够努力, 这其实就是,两国的这个文化,的巨大猜疑,最后不要忘记,点在脸关中,